今天台北股市又拉出一根中紅K棒 我講坦白可能跌破很多人的眼鏡 基本上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想盡辦法跟著主地心態走 從新春開紅盤到今天 要掌握1800點 真的非常非常容易 來喔 昨天的時候 這昨天 昨天我很清楚在8點59分 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是個飆飆准准空 好 看一下今天 今天早上在8點53分 自己看 基本上我建議大家 你今天要選擇什麼樣的一個老師 不管 像是我拿個小板燈來這邊做 不然站著好痠 我知道很多頭顧老師 他是等今天漲到851的時候 然後他告訴你他的軟體 在最低的低點出現滿進訊號 我講講本來那是個飆飆准准的放屁訊號 如果每一個頭顧老師真的這麼準 為什麼昨天沒有一個老師在8點59分 為什麼今天早上沒有一個老師在8點53分 很清楚的跟你預告主力心態 他是由綠色轉為紅色 主力心態他是個飆飆准准多 那昨天一個水主力心態空 昨天在整個PM盤有沒有出現連續性的下殺 那有沒有再一次證明主力做手操作 他是架構在價格的觀念 包括周線月線關鍵價 包括一個多空主力心態 來 快點回顧 新春看護盤第一天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就是個飆飆准准空 只有短短三天的時間 總共跌了440幾點 結果來到了上個禮拜 跟大家2月3日上禮拜一 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他是由空轉為一個所謂多 禮拜二繼續多 結果禮拜三台北股市跳空開高 這樣又417點 所以440點加441點 這樣加起來就高達將近有900點 那有沒有差一天 有沒有差非常非常多 有沒有很輕鬆的讓我的會員吃到龍蝦 吃到魚吃吃到鮑魚 那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一還簡單 禮拜二簡單 禮拜三跳空開高還簡單 禮拜三主力心態有多轉空 結果一口氣往下跌了將近有100點 禮拜四心態多 然後禮拜五在心態有多轉空 老師怎麼講這麼快 結果這個禮拜一台北股怎麼跳水 講快的一個所謂原因 那是一個所謂過去式 我的過去 他是讓你做一個所謂完整的驗證 不是今天還在把國際的圖印出來 環球界圖印出來 最低的低點都他買的 最高高的都他放空的 基本上如果說真的有這樣天才 天底下不會有窮人的 你今天你要選的老師 他是要有一個完整整的操作邏輯 你知道嗎 你們這一個禮拜全部的人掛 是掛在禮拜一 因為禮拜一早上起床 他只是禮拜上個禮拜五 主力心態空的一個所謂延續盤 結果禮拜一的一個所謂跳空的一個所謂開低 你知道來到421以下 他是一個飆飆嘴嘴的超賣區嗎 我的盤檢稿有沒有很清楚跟大家報告 結果當禮拜一出現往下跳水的時候 麻煩看一下主力心態 靠腰對他出去很累 主力心態他是由空轉為一個所謂的多 對不對 而且在盤中的一個所謂的連線節目 我就很願跟大家預告 我說主力心態他是個飆飆嘴的多 縮盤大一關加深圳盤大一A7 結果禮拜一的跳水 9.01分的主力心態多 一口氣大漲將近有400多點 到昨天的主力心態由多展工 都還記得 這樣就400點了 禮拜二一樣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這個飆飆嘴的很多 所以說12點48分 當你看到按頭的時候 我一樣告訴會員主力心態多 就這樣又200點了 所以從禮拜一一直到禮拜四 主力心態由多轉空 這樣加起來又高達600點了 有沒有很輕鬆的 又讓我的會員吃到龍蝦 吃到魚刺 吃到一個所謂鮑魚 有 禮拜三還跟你預告主力心態連三多 結果不幸外資不回頭 因為禮拜一外資賣 禮拜二外資繼續賣 禮拜三主力心態連三多 結果外資有沒有出現一個所謂 補空反手做多的一個狀況 那昨天禮拜四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他是有多轉空 所以順勢做一個所謂 貨幣賣出的一個所謂動作 結果呢 我連線完之後 有沒有從12點15分 一路往下做連續性的一個所謂下殺 可是昨天麻煩看昨天從不斷 很快要回顧了 一千 一千五百點到一千八百點怎麼來的 事後看圖說故事 隨便拿個破銅爛鐵的軟體 然後事後改軟體參數 告訴你買最低賣最高嗎 如果每一個軟體都這麼樣的準 麻煩做預測 因為軟體 對你軟體準 你得有辦法做預測的嘛 什麼叫預測 再來一遍 昨天外資採取兩手策略 我有沒有很清楚跟大家報告 我說收盤大於 收盤小於一個所謂AC 最好開低 因為開低他會走高 我沒有這個箭頭 是不是今天畫的 我昨天就已經很清楚跟你預告 我說今天最好開低 開低他會往上走高 所以包括下午的廣播節目 我有沒有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開低會走高 為什麼我知道開低會往上走高呢 因為很簡單 周線是一個標標準的紅燈 所以先做好一個初步的預測 而預測的夜水成果 在你們的Telegram裡面都有個完整交代 好看清楚哦 今天8點38分的時候 你一樣在昨天兩件事 昨天2月13號1點56分 看謝文恩的下面 你又看到時間 1點56分 你拿到我們的夜水盤檢稿 你也拿到國劇的規劃圖 因為國劇昨天收盤小於AC 所以說他會開低 然後往下走低 之後再往上走高 就今天國劇的圖 又被我完完全全的夜水命中 那你也知道851它是最大值 760是多頭非常大的一個防守價 你能不能在8點38分 今天早上藉由我的夜水盤檢稿 得到一個你所需要知道的每一個資訊 那你既然已經知道851是最大值 760它是多頭帽價 你現在在等什麼 你現在等什麼 等我下班嗎 找謝老師簽名嗎 不是的 你現在只是在等主力心態 禮拜三心態多 禮拜四跳空開高 好 再來一遍 禮拜一心態多 禮拜心態多 禮拜三主力心態連山多 我就不信外資不回頭 麻煩自己看一下 我們在非凡盤中連線的夜水重播帶 結果禮拜四跳空開高 主力心態由多轉空 從AM盤一路殺到PM盤 今天早上心態由空轉為一個所謂多 會不會錯 還是你的軟體在851出現買進訊號 這是為什麼 我在跟我強調 全方位為什麼叫做360 因為很簡單 我們除了要給大家魚吃之外 魚吃魚的方法有很多 破銅爛鐵的軟體在851一定有買進訊號 可是問題為什麼我告訴我的會員 851反而是一個獲利賣出的動作 因為很簡單 在我盤前稿裡面 我就有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851它是一個標標準準的 一個所謂最大值 這樣有沒有輕輕鬆鬆又100點了 那很多人說小老師啊 啊Telegon的一個所謂的部分 我都沒有辦法拿到 我不知道Telegon到底要怎麼樣去做一個所謂生版 很簡單 你現在不管是虛約 不管是新客戶 我們直接給你手機 幫你直接用到好 那問題為什麼要有Telegon呢 很簡單 自己看一下今天的夜隨時間 今天時間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很清楚 當然我的會員一定要先知道 所以在8點53分我就跟他預告 主力心態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Telegon我在9點18分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9點18 9點07分 那時候台北股市是垂直往上急拉之後 又往下做一個所謂急殺 再來一遍 這個急殺 我再問大家 為什麼你的軟體一定要有主力心態 這四個字 來看清楚 9點07分的江波圖在這邊 當他往下急殺的時候 你的老師不是告訴你要看三分線嗎 你的老師不是告訴你要看一分線嗎 那我請問各位 不管包括三分線 不管包括五分線 有沒有非常明確的放空訊號 去空啊 去空啊 結果呢 漲到851的時候 你的軟體又出現非常明確的做多訊號 去多啊 去多啊 像追高殺低 每天被扒來扒去 所以那軟體沒有主力心態 這四個字的軟體 那是不合格的 那軟體絕對不能使用的 這是為什麼你要代相投靠 最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說呢 為了慶祝 這也不要講慶祝 因為我們都大家親愛 所有頭褲老師都在搬家 因為LINE8他 他接下來要收費 而且收的費用非常非常高 所以說搬家的一個所謂的 搬家的夜水專案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這是華信頭褲成立以來 最大的夜水優惠 我華信頭褲的總經理 我說了算 永遠 你永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 不管是怎麼樣的夜水專案 怎麼樣的特惠都是一模一樣 你永遠要相信一件事情 事前預告才是真的 第一時間擁有主力心態 有沒有讓你輕鬆掌握千點波動 還有心態 還有AC的夜水結合 你能不能很輕鬆的去掌握 一定的標股 叫下我請問大家 昨天的LINE8我會不會跟大家預告 我說昨天國巨跟華信科 其殺那是買點 老師你講金的講給 麻煩自己看一下LINE8好不好 老師我不做國巨 不做我不做華信科 那我請問大家 我跟大家免費預告 2368間 家電3370精彩 3215划情 能不能唱個歌啊 好無聊 波段短線都不錯過 有沒有看到第一時間擁有主力心態 有沒有輕輕鬆鬆 從新春開紅牌有沒有差一天啊 你早一天辦好入會手續 你今天辦好入會手續 你昨天辦好入會手續 今天9點07分的榮耀 這100點的榮耀 完全是在你的手中 這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 能提出完整證據 而且能提出的一個所謂事前的預測 什麼叫預測 再來一遍 昨天先跟你預告 今天台北股市會開低 網上做一個所謂走高 昨天 今天早上跟你預告 8點51分是最大支 今天早上8點53分 跟你預告主力心態多 今天早上的Light 8也是跟你預告 主力心態就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喔 不好意思 不Light 8 Telegram 所以要怎麼樣 從Light 8一到Telegram 02-2392-3988 02-392-3988 好 那繼續解下去囉 那接下來這個行情到底該怎麼看 今天 外資賣了3241口 那你有沒有看到這一張圖卡 這張圖卡是背半指數的一個圖卡 我請問大家 問題外資為什麼要賣 因為很簡單 背半指數 其實他的走勢圖很像一檔股票 2317紅海 他剛好來到了一個所謂平台頸限的壓力 平台頸限壓力 好我們先管這東西 我們先不管這東西 基本上今天的收盤是小於AC 你是我的學員 全方位360 你是我的學員 你絕對會算 今天的收盤是小於AC 可是周線 他是個標標準的紅燈 來再變囉 那如果我禮拜一跳水 我禮拜一跳水 禮拜一跳水一樣會開低走高 那如果禮拜一跳開高 他就很容易開高震一震之後 又往下走低 為什麼 解全套給你看 因為禮拜一先看到多方時間 再看到後方時間 那所有細節的夜水部分 在Telegram我的盤錢稿 已經貼在上面給大家看了 我在Telegram已經貼給大家看了 所以說要怎麼樣知道 我們Telegram的ID 沒關係 你可以在我們LINE AT裡面看到 或是你直接撥 02-2392-3988 股票快點 你有沒有覺得好人又好爸 哎呦 我怎麼又忘了貼行善不思 上個月的單據又忘了貼 好 瞄喜 穩帽這樣加起來已經兩倍多了 11月19號跟你預告主力心態有多轉空 結果穩帽從325跌到262 沒錯吧 262沒錯吧 好了 沙沙沙沙沙 然後來到這一個禮拜一的時候 我跟大家預告 預告什麼 我說我買穩帽 買的原因除了主力心態多之外 三安集團 還有華為 麻煩掉下禮拜一的重播帶 因為武漢肺炎的疫情 會讓他們的慘人延宕 這是我在禮拜一 我所跟大家做預告 沒錯吧 好 那今天穩帽為什麼跳水 今天穩帽為什麼跳水 因為報紙說利空 那我昨天有沒有告訴你 我穩帽獲利全出 那在昨天我要獲利全出之前 叫做前天 昨天獲利全出是禮拜四 前天就是禮拜三 2月12號的時候 我會不會跟你預告326.68 有沒有看到那個人手這樣子 326.68 就是穩帽的夜水空泡架 開不過空泡架 配合昨天大凡主力心太空 穩帽起立心 我們賣在天花板 那我請問大家 有沒有回答大家一個基本問題 很多人講說 老師啊 個股擺中間指數擺盤邊 我聽你在烏龜放屁啦 你連主力心太多 主力心太空 我問你哦 今天大盤主力心太多 你看到國劇昨天一根黑黑棒 你一跑去放空 你一路被嘎到收盤 最高的一個所謂高點 我這樣講沒錯吧 那主力心態有沒有非常非常重要 那全台灣人給你主力心態 不是變來變去的 而且那時候變主力心態空 長的時候變主力心態多 那這樣叫三歲小孩看盤就好了嘛 那破通爛結的軟體 真的趕快換一套 趕快換一套 從279塊賺到327塊 總共賺到48塊錢 高達將近快要兩隻的夜水漲泥板 結果穩帽又從327塊錢 我賣完之後跌到今天307 中間價差又高達20塊錢 好我媽講完了 繼續 課程帶回去 真的拜託大家 課程帶回去 課程帶回去 為什麼 我請問各位 昨天我的Line 8 我跟你預告 我難道我沒有看到外資賣嗎 賣國具嗎 我真的不知道哦 我有跟你預告 我有跟你預告 我說國具跟華新科 就是他的夜水買點 那來我們現在講處理國具 你能找到一個老師 一檔股票講四個半月時間 每一個老師今天全部講環球金 今天才去追的 然後也跟你這樣隨便畫個箭頭 跟你講說環球金買在最低的低點 你能找到一個老師 一檔2327國具 講了四個月的時間 總共500多塊錢的夜水價差 第一段我們就不浪費時間了 很快就帶過去 還包括起立心 兩個月的時間91塊 甚至包括2492的華新科 短短一個禮拜時間 高達將近有74塊錢 這些東西 我們就很快的把它給跳過去 然後之後因為國具 每天收盤小於一個所謂AC 所以說導致於國具 在1月6號真的出問題 1月6號出問題之後 他又回到 因為這是我做 我背起來 從383塊錢到428塊錢 我們又做了一趟 因為在關鍵報告裡面 我們都寫得很清楚 然後收盤大於AC 然後385塊再買 結果有沒有漲到428塊錢 428塊錢又獲利 站在一個所謂全出的方向 所以說第一趟先賺362塊 然後又開始收盤小於AC 跟你講? 就絕對不能買 除了278代 絕對不能買 結果國具有沒有 上 直到1月31號 跟你預告收盤大於AC 如果每一個投顧老師都這麼準 然後這個事情 跟ona 真的超級無敵多了 謝老師啊 你會跟盤面上某某老師一模一樣 人家事後改軟體參數你也相信哦 那如果說軟體這麼準 為什麼沒有人在8點59分 跟你預告主力心太多 為什麼昨天沒有人在8點58分 跟你預告主力心太空 為什麼沒有人在1月31號 跟你預告國際總算 總算收盤大於一個所謂的AC 還跟你預告了372塊 就國際買點就這一趟這一趟最爽 最容易最爽最容易 短短兩天國際51塊錢 這麼輕鬆這麼輕鬆 然後收盤大於AC 然後收盤這個再買 這都過去是來這兩塊錢再買 然後上禮拜三精彩了 上禮拜三大盤主力心太高 所以上禮拜三國際我們又站在賣方 賣方賣方 然後411買回 結果買回完之後 我請問各位 為什麼隔天我又要出 因為很簡單 隔天國際跳空開高 可是國際收盤真是小於AC 那是個標標準準的 因為所謂送分題 那結果上個禮拜五 跟你預告國際周線 它是紅燈 411就是國際上策的機會 預告完這個禮拜一 國際真的形成開高往下走低 結果買完之後 從412一口氣賺到455塊 又賺了43塊 又賺了43塊 那這43塊怎麼來的呢 跟大盤沒關係嗎 大盤擺旁邊 個股擺中間嗎 聽你在放屁啦 不要再相信那種老四的鬼話糊了啦 害死你 那是因為大盤主力心態都多 那是大盤主力心態多 所以不管包括2492的華新科 所以包括2456的奇力心 我們在2月11號 我們國際華新科奇心全部買進 乃至3374的精彩 到今天到今天賺了兩支漲停板 還有還有 4927的夜水太頂也是賺錢的 然後包括2456奇力心 過去都有講快點喔 這都跟你講喔 128.25先跟你預告 預告完之後 他真的殺下來 殺下128.5買進 那昨天為什麼奇力心 我可以賣在最高的高點 一張都不利用 為什麼 因為昨天大盤主力心開空 所以奇力心開高走低 國際開高走低 然後華新科開高走低 那我們回答大家說的問題 我再一遍喔 很多人 你們都已經老了 你們永遠相信 哎呦做期貨很恐怖 我不是叫你做期貨 我有多少客人 他沒有做期貨 可是他會去下載我的軟體 看主力心態 為什麼 盤中的吉拉 盤中個股突然的吉拉 如果大盤主力心態空 他們死多頭的話 他就去陽明山 他就看主力心態空 就去陽明山洗溫泉 不要做嘛 因為你待在家 你只要看到這個吉拉 這個吉拉 你會受不了 跑去追 追完之後 尾盤又受到最低低點 然後隔天如果大盤主力現在空 繼續跳水 所以說全新的一個所謂 戰鬥的一個所謂位置 我還是老壞句 如果有投過老師告訴你 大盤擺旁邊 個股擺中間 那種節目你就不要再看了 連大盤最簡單的一種 他都看不懂 昨天為什麼 310的穩貌 256的奇力心 我們可以賣在最高的高點 因為昨天的大盤主力心態 他是個標標準很多 那奇力心做了兩趟 加起來也高達將近有14塊 那同樣的 我昨天Lite 8 我有跟你預告 國劇華新科利用擊殺 買回來 只是價位我沒有跟你講而已 只是價位我沒有跟你講 結果國劇自己看證據 從445塊買進 到今天457塊錢 12塊錢 2492華新科 從235 其實現在我沒買 從235到242 7塊錢 結果兩檔股票加起來 又是19塊錢 有沒有很簡單 有沒有很簡單 為什麼昨天要買 昨天有沒有跟你遇到 他的周憲宏 這還沒完呢 自己看我頭 我頭上 我頭上這個這個這個 昨天踩得滾 我有沒有畫圖給國劇走 我頭上 對 對 頭上 頭頂 我說國劇因為收盤小的A7 今天會開高 往下殺 然後再拉起來 然後再拉起來 有沒有完全沒中 你去哪邊找一個老師 在昨天1點56分的時候 就已經畫圖給國劇走了 好 老師 我沒有做國劇 我沒有以前做華興課 那看一下4927太景好不好 為什麼要上課 我們教你們盤中的一個所謂多空轉換技巧 從51.7賺到60.3也賺了9塊錢 也要兩支漲停板 精彩創新高 太鼎創新高 3515的華興來同樣張志卡來在哪裡 算了來看了華興 華興2月11號還在續報 今天華興有沒有漲停板 再創波段新高 老師啊精彩 你華興有獎我知道 可是華興太貴了 然後精彩呢 精彩呢也有獎我知道 泰鼎你好像沒獎 好泰鼎好像沒獎沒關係 來再看一單股票一定有獎 你想想看你要什麼老師啊 想看你要什麼老師啊 這個是前天的Lite 8 前天Telegram 不好意思說不定了 前天Telegram 我說你們說國具太貴穩帽太貴 沒關係 買2368精香店還沒彎 股票不用遮 而且連多空房手價 我都敢跟你預測 全台灣你找不到這樣的老師了 我說15.25就是2368精香店的多房房手價 時間時間2月12號 也就前天前天的8點15分 晚上8點15分 時間沒有辦法照假 沒有辦法照假 沒有辦法Telegram是他沒有辦法照假的 好來看清楚 來 結果昨天殺下來 我跟你講我買 我跟你講我買15.25 到今天15.85 有沒有6毛錢可以賺 你知道2368精香店 他的股本高達51億 你要買一張 買10張 你要買100張 你要買1000張 你要買1萬張 閉著眼睛 閉著眼睛全走 那不是要驗證嗎 不是不是要吃到事前預告才是真的嗎 那其他都話虎爛的嗎 那一檔精香店 有沒有給大家一個完整整的答案 先在前天Telegram跟你講 精香店還跟你預告15.25 結果昨天殺下來 Nobody burn me 你不是要驗證嗎 你不是說要參加老師要先驗證嗎 那我給你驗證 那你在想什麼 所以說沒有我的訊息 代表你沒有主題心態 你沒有主題心態 代表無疑 無疑 你是在鋼索上面行走 除非你是特技人士 不然你摔下來的機會非常大 那麼為了感恩Light 8這幾年的照顧 我們現在要搬家到Telegram去了 月底就3月1號開始 就不會在Light 8繼續發文了 所以說搬家 搬家的一個所謂搬家專案 一人一半 這是華信投顧成立以來 最大的一個所謂優惠的活動 重點在哪裡 不管是我知道很多人買一送100 買二送1000 都不是重點 重點你永遠要相信一件事情 事前的一個所謂預告 他才是真的 事前的預告才是真的 不管包括被動元件 不管包括矽晶元 甚至最近期的 不管包括CIS 乃是2368的葉水金像店 我也有沒有做到事前的預告 有沒有讓大家得到 事後完整的葉水驗證 讓你在第一時間擁有主題心態 主題心態多 股票才能做得多哦 主題心態空 股票打死 當天只會賣股票 絕對不能買股票 這是最基本的邏輯 有沒有很輕鬆的 讓你從新春開玩到今天 掌握1800點的 葉水波動 要藉由主題心態 藉由AC 你能不能夠很輕鬆去掌握 標股 就像你問我說 小老師 現在國劇到底該怎麼看 我會來今天的Lite 8 戳戳的Telequin裡面 跟大家做葉水完整雜案 讓你波段跟短線都不錯過 可是我們只限10個名額 搬家搬家的葉水優惠專案 02-239-239-88 你的手機已經很久 沒有拿起來撥電話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用Lite 沒有在用手機 那種通話費 通話費不用 你只讓電信公司給賺走而已 所以說手機拿起來 直接撥02-239-239-88 瞭解我們的搬家 搬家優惠專案 很簡單 只要相信一件事情 永遠相信 事先預告才是真的 記得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不投資風險